海边的卡夫卡是日本知名作家村上春树的小说 在台北市的南区也有一家同名而且开业将近十年的复合式小店 里头卖书卖唱片 周末更成为很多独立音乐人办活动的场地 海边卡夫卡的主人是独立乐团1976的主唱阿凯 他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培育独立乐团的基地 用自己的经验提醒更多有独特风格的乐团 Easy Hush 马克牌 风格迥异各有一片天的独立乐团 看似没有共通点 不过他们的起点都在一处 一整面的书墙处立在富有工业感的咖啡厅里 大量的唱片CD挫置在各个两柱之间 店里最吸引目光的是这区 放卖mixer唱盘扩大机的音控台 这里是开业近十年的海边的卡夫卡 标榜是艺文空间的海边的卡夫卡 开店之初老板阿凯就已经规划好平树空间 隔音装潢 成了不少年轻音乐人第一次演出的场地 卡夫卡是我以此目标而生的 就是它不是那么单纯 以咖啡厅作为开始 你在这里表演或者是说我们友好的场台 有很多也是我自己喜欢的音乐 觉得在这里有一个流动 多或少都很好 至少演出是每个礼拜都会有 阿凯是成军十八年的独立乐团 1976的主唱及团长 身兼多职的他这两年培育新秀 以海边的卡夫卡为基地 帮新人乐团培养歌迷 然后一代代的年轻人 一代代的创作者 在这边就跟生意无关 我觉得我们签了很多 artist来自卡夫卡 对这对我来说有点像上中下游 而爱音乐也爱看书的阿凯 还在店里设置了书籍杂志专区 对啊 自己我也很爱看书 就是文学类 社会学 历史哲学 然后华文出版 然后有一些宗教类的 New Age类的 还有二手书 我就放在这里 我是有一个幻想 就是来的人 他如果穿红色的衣服 他今天就是蛮主角的 我的幻想是这样 所以会比较想要工业 间接 店里浓烈的艺文气息 反映出阿凯的喜好 海边的卡夫卡也成了 串起他各种音乐身份的重心所在 我是不太会做生意 可是我觉得这个 年轻人在这里喝咖啡 年轻人在这里表演 年轻人参加我们的唱派 以卡夫卡为基点唱派 这个对我来说很纯粹 然后这个纯粹跟喜欢音乐的心情 是一个生意 对 我不知道产业的样子 我也不知道未来的样子 可是我觉得这样是我很能做的 我很会做 我也喜欢做 带着我们绕遍店里的每个角落 阿凯和1976的团员 除了持续培养新团 似乎也在这里找到 富裕梦想的养分 有阿凯和1976� 涂早iant 03 咖啡 涂格 甚至 看 咖啡 咖啡 咕啡 感谢观看